最近有人叫你截圖嗎 最近有人叫我截圖嗎 側一點 你有設定例如說 你有設定例如說什麼 兩階段驗證的 或是說你有設定說 例如說什麼mail的 你有設定過例如說mail的 那種就是帳號或什麼 誒說真的我是按照 Telegram的標準流程 當時開戶的 一般都是用手機號碼 對對對 因為你的手機號碼 變成一個寮國的號碼 對 現在很清楚 我用我的手機號碼 已經進不去了 你看這是我的飛機 然後我這個飛機 當我把它按進去的時候 它已經 我在要進去的時候 它已經說進不去了 對 這個帳號變別人 變成我在這個帳號 我已經被人家踢出來 另外一個已經進到這裡 變成他是黃紹婷 我不是黃紹婷 所以他會代表我在我所有 這個帳戶裡面 所有的朋友好友 他都會去用黃紹婷的名義 去跟他來這個對話啦 或者打電話啦 傳訊息 昨天應該在我理解上 我也是一個IT的人 我的理解上 昨天應該整個變成是這樣的情況 也就是變成是一個詐騙的行為了 最近有你的Telegram的好友 跟你說他的帳號被盜 有 在前幾天其實就有這樣的一個徵兆 就是說我的Telegram 當我進去的時候 某一個好友 比如說蘇勝偉 他會出現兩個蘇勝偉 然後我一看到兩個蘇勝偉 根據經驗 這個就是另外一個就是假的 一個是真的 在前幾天就有這個徵兆 那當時我都以為是別人被盜 那到昨天才發現原來我的被盜了 而且我還被人家踢出我個人的這個帳戶 那最重要的是昨天我很多的好友 就是在Telegram裡面的好友 都跟我聯繫 用打電話的 傳簡訊的 用Nine的 甚至在臉書的 都說 邵婷你昨天是不是有找我 甚至說你昨天是不是有打給我 還有人說你昨天是不是有跟我借錢 所以昨天晚上 大概我才發現說這個狀況不對 那當我又要進去裡面的時候 然後發覺哇 進不去了 所以是大概整個過程是這樣 那是不是有朋友因此的真的就是被盜 有朋友他是打給我說 你是不是用Telegram跟我借了錢 我說我怎麼可能跟你借錢 就這樣 然後他就一句挨的一聲 他就去處理了 那我不知道到底現在處理的狀況是怎麼樣 所以他真的有會那個十萬塊給別人 說真的我還來不及跟他把事情問清楚 所以我就說這種詐騙的行為 我為什麼昨天第一時間在臉書趕快PO文 就是告訴大家 如果有Telegram的黃紹婷找你 我現在確定不是我本人一定是詐騙的 然後我有一個朋友非常有趣 就是我昨天傳出去的那一張 就是他很激緊 因為他常在用Telegram 他知道說絕對不會是我本人 所以他就馬上的跟那個人聊起來了 那他聊起來的時候你看他很好笑 你看他就是他跟他聊了很多 他一直截圖給我 他一直跟他聊一直跟他聊 一直跟他聊 之後他甚至還進去看我 我在Telegram上面的所有的資訊 怎麼這個電話是國際電話 那最後一查這個是在柬埔寨 表示我個人的猜測啦 這當然要讓警方去做判定 可能我的這個 這個詐騙集團是在柬埔寨 然後用網路 然後這個 我認為他是攻破了Telegram的防火牆 然後把我的帳戶變成他了 那就開始做詐騙的行為 所以這個很清楚就是國際的電話號碼 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們有一個問題 因為Telegram他是以你的手機號碼做驗證 那你會不會擔心 因為像你的手機 你的通訊錄裡面應該也都是蠻多 可能是政治界或者是商業界的重要人士的電話 會不會擔心說 因此而變成說是一個連鎖的繼續下去的狀況 現在就是我就是害怕這個 所以第一點我昨天才會第一時間在臉書 趕快跟大家告知這個消息 第二個我也害怕後續有沒有更多的效應出來 因為不只在Telegram他可以攻破他的防火牆 那其他呢包括說像我的Nine 我的臉書 我的可能WeChat 或者是WhatsApp等等 所以我覺得這個還是要呼籲大家 一定要格外的小心 當有你認識的人 但是很奇怪的訊息的時候 你要做再一次的確認 甚至有任何屬於金錢上面的事情 你一定要再三再三的確認 對 你意義說最近也沒有點過什麼連結之類 有人傳過過名其妙的連結給你嗎 沒有耶 其實Telegram其實說實在話 對我們來講是比較少使用的 但是這一個APP一旦你下載之後 只要在你的通訊錄上面的你的好友 都會在Telegram裡面變成好友 尤其對方如果也有這個APP 所以是這樣子連結上的 但是使用的不像Nine 或者臉書這麼的多啦 所以這個為什麼可能很多人就忽略掉了 因為當很多人昨天打給我 他的第一時間就是講說 奇怪耶 你從來沒有用Telegram打給我 怎麼昨天一直打給我 但是我都接不起來 或者說你怎麼用Telegram 送一些奇怪的訊息給我 所以這個都是幫助大家可以去判定 當你收到很奇怪的APP 給你的一些好友的訊息的時候 真的一定要好好的再去跟好友確認 就是我的帳戶沒有錢 對我知道你目前還沒有要匯 可是這個情況就是我跟你說 以前我們看到的劇情都是這樣 到時候你不用到銀行連貴啊 你也不用去ATM啊 你直接用手機操作 為什麼你會被他們找上 就是因為你一往就有被騙過 他們那邊其實有你的資料 他們幾乎知道你是一個會被騙的對象 這樣你也理解了 經詢問當事人曾多次遭詐騙 靜英傑是一位網友 可以幫忙介紹投資管道賺錢 彌補損失 但需先辦理約定帳戶 遠景勸導此為常見詐騙手法 很多人都會被騙得到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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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哭 我們帶你去找媽媽 不要哭喔 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哭 不要哭不要哭 走慢慢走慢慢走啊 乖乖乖乖 乖乖乖乖 好囉 不要亂 蛤 不要亂 不要亂 你真的覺得太久了你不認識嗎 咦 咦 娃娃也哭啊 三名刑警阿伯也快哭了 那本案啊 就依違反刑法炸雞還有刑切洗錢防治法的罪行 提送新北京的偵辦 快點 快點 不要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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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遇到媽媽 走走走走